那么新冠疫情进入第三年 各行各业持续受到冲击 花莲1月到5月 新设立了530家 不过停或者是歇业的合计有648家 再加上消费者越来越习惯网购 花莲市区最热闹的金三角冷清不少 端午节连续假期的花莲更是修不出小旅游商机 端午连假即将到来 但是跟往年比较起来 花莲目前的订房率还不到三成 为了挽救观光业 花莲县政府观光处祭出优惠来刺激花莲旅游 这个旅行社以及自由行的游客 我们提出了两个这个振兴的一个方案 针对旅行社我们就是提供 只要到花莲合法的旅宿住宿一晚 到相关的景点以及活动 在网路上来登陆 我们就可以补助15000块 一团30个人 那针对自由行的部分 我们推出了特斯拉等以筹的这个活动 在这个期间我们从5月1号一直到11月底 到花莲来 我们自由行的旅客 只要到相关的景点以及活动来登陆 近三年来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 花莲民宿业与各行各业同样的生意一落千丈 目前生意仅剩约一成 几乎所有业者都在苦撑 其实端午节呢 我们就是还是依照往常 在泳池会做一些水上龙舟的活动 那在我们的大厅呢 会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个端午历烂的一个活动 那这些呢都是当天来这边住的客人非常喜欢的 其实疫情期间 如果你慎选一个还适合的场地的话 不妨您多出来走走 观光是花莲产业命脉之一 疫情影响产业的发展 业者都期望疫情早点过去 国境早点开放 迎来亦后新一波观光旅游商机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